看一些餐饮新闻 有一间患肉与米 就是一个日本知名的汉堡扒店来了 之前我说过 想不到一开已经排了长龙 因为每天限额三百个 有限供应 还几特色是只有这一种 一个汉堡扒 一碗饭和蛋 饭无限添加 和一碗味噌汤 而那套餐也会看到一些讲究 它只是卖这些东西 玩肉与米 那套餐一三百 就是三块汉堡扒 如果这样很划算 这么多 还有米饭任装 味噌汤 和鸡蛋一只 一三八 也好像很划算 另外如果想吃其他东西 最佳汉堡扒是三十五元一块 另外还可以吃一个小食 就是免治牛肉 薯仔沙律 这些是赚钱 还有炮菜 这些赚钱 一看这个策略是在这 因为它只是买一样东西 日本就是很多的 一生智力研发一样东西 它没有其他东西 这个是现代 营商的策略 宁愿 卖到最少 做到最精 最佳的 就是你经过一条大街的茶餐厅 就说 什么都有的 粉面也有 粥也有 炒饭的也有 小食也有 各样都有 各样都不精 那些一定慢慢会淘汰 但是这些它没有的 只是卖一块汉堡扒 套餐是三个 然后没有的 如果你真的要吃其他东西 免治牛肉 薯仔沙律 这些肯定就赚你钱了 炮菜更加赚到少 35元而已 然后 酒精再赚你钱了 一般就是酒精暗品全部 鸭白 无酒精暗品 山姜梭打35元 平庄可乐25元 在这些位置 再赚回头 它的套餐应该 没有太多利润赚到的 但其他东西 去到赚回来 做漂亮 它主打Ming的东西 然后其他配套 去提高利润赚 这个策略你已经看到 那个 智慧在这里 这家东西是王杰龙引入的 王杰龙和王家和两个都是业界代表 经常发言 这家就是日本一个知名过江龙 几家日本分店都是长期排队的 一开球就派丑派完就完 长期一开球就派了丑 永远排长龙的店 甚至台北的分店同样都是排长龙 王杰龙当时在东京游换时发现 这家店是有得搞的 还要当时他在二三年的时候 已经是 签了约 然后还派一些员工去到日本那边受训 感受当地那些 他发现由Google搜寻 就明白我会这样形容 真是很夸张 每天一开门就派了丑 这家店 想不到这个效应来到香港 仍然都那么强 就是又派了 一来就 第一天 5月7 之前还说有传是7月的 想不到提早了开 每天做300个客人 不知道他最终赚钱方式打 是完全有数 因为他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 而且会快 吃得比轮转快 可能就是 也是策略 你合适就永远吃上瘾 而且他有一些不同的酱汁配对下去 有传统酱油汁 也有一些 说是柚子汁 但柚子的图就太噁心了 好像一批东西 我没有分享出来了 但是如果单单只是看这个 说是一只漂亮的蛋 一块肉 一碗米饭 超棒的 那个酱如果拌到蛋里 或者弄碎一些汉堡 然后拌着饭一起吃 应该超强体验 不过他就没有再额外添加一块蛋 又有多少钱 他永远只有一只蛋 好像又不够 这个很棒 他说现在饮食业面临五百年一遇 前所未有的淡静 所以继继续不思进取 就是等倒闭 之前他也说过了 我们报了一集这个玩肉与米 所以希望是借此引进新品牌 去添加活力 而且被人看得到我们还是充满热成的 这个策略好东西 如果找得到最后已经开张了 有传是七月 原来 已经开张了 138 如果以日本的售价 是188日 大家可以计算一下 当然你用现在的水率去计算 便宜了 在这些位置 随时我吃过早餐 有一次出了IMFC 也有八几元 那是满足的 咖啡也好喝 吃了一个甘烈的 只有沙律菜和一块 烘过的面包 就是这样一百多元 他这个感觉挺满足的 因为他即场敲给你的 即场 在你面前敲 这个是人气爆灯的 然后2020年是霧出来的 这个 这家店 你看到当时是爆了场 就是排到 打了射饼 我想IMFC很久都没试过 这么爆了 在当地也有 吉祥寺 涉谷京都也有分店 而台北也有分店 永远都是排长龙的 很夸张 日本就是 总之看一条龙 香港就不一定 香港排长龙那些 不一定好吃 但日本排得长龙 一定好吃 又不要说一定 大部分 极大机会好吃 你看 他另一个策略就是 他里面就是敲这些牛肉 就算我们简单 经过美食港场 胡椒牛肉 铁板 经过那些 闻到那股香味 你就已经 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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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吸引了 完全是增加了 食肉 如果进去 还有气氛 因为他的格局很漂亮 围着 烧这些汉堡 整个气氛又很棒 那个臭角 感觉和视角 三种感觉都是相当之好的 吃到落口 突然看到 那些 连一只鸡蛋看下去的感觉 是超美的 这一幅 还要即场在你面前烧 就是会这样的 你看那些是全部 巴桌或者怎么样 因为他里面那个都不是太大 中等尺寸 所以 他300个客人 吃完也会快点走 你没有其他东西选 你进去就是吃那块扒 吃完可能喝点酒 如果你多喝一杯 其实他还赚 你想想他卖这么多东西 给你300 但他卖一杯东西喝 就58 也分分钟要够香口 喝两杯都不为过 那两杯就赚你钱了 那两杯就已经118了 喝酒那些 喝酒也是 喝一杯 可能不够喉又多叫一杯 很好赚 很快会轮转到下一个人 也是一个策略 所以真是好 有时候 都是要吃露 冻露根 最棒就是这个 即场在面前烧 还有那些饭香 可能那些 牛肉的烤出来的香味 是超棒 他会是用 这个苦烧米饭 还有会是用炭烤 炭火烤炉 哇 夸张 还要是不明白 这些一块已经很饱吐了 他给了三块 怎能吃得了 三块 说真的 可能真的吃得了 因为很香口 可能真的吃得了 有一些特制的烧汁 有一个胡椒 柚子汁 还有其他酱汁 蛋黄一割开 就拌一些饭 一口饭 一口牛肉 牛肉如果这样烤出来 应该超棒 将鸡蛋 割开 然后 应该 牛肉就拿开 鸡蛋就割开 然后滲下去 然后 鸡蛋和饭 有一口 接着 割开牛肉有一口 再喝一口酒有一口 超强体验 超棒 看看大家怎样看 现在 应该天天 都是排长龙的 所以可能不想排在这里等一等 亦都可以 在网上买丑 买丑 100-400 你想想 这样也能做 他说 因为那里每天做10转左右 只能做到280个位 即是他里面28个座位 那里不是很大的 做28个位做10转 所以280个人头 都可以的 看看他们怎样去赚钱 这个好东西 只是卖一样东西 现在最重要 可不可以只做一样东西 做到极致 这样就有机会跑出 看看大家怎样看 我们今天继续会 关注 另一宗全城新闻 不过也要报一报 其他东西 看看大家怎样看 会不会已经流口水了 只看图片 有什么想法 在下面留言 继续文字交流 记得 按订阅支持下方